那忧郁症也可以申请职灾损失吗 有一名在药华电子担任的 诚信女工之前得到了忧郁症 认为是公司把她给降级减薪 长官辱骂她才导致忧郁症 因此提出告诉 要求劳保局药华要给付职业灾害的损失 一审定院认为她的忧郁症 不是职业上原因引起判她败诉 不过在高等法院大翻盘 依照老委会的规定跟医院证明 认定证明诚信女子是忧郁症 确实是职业病 判决药华要付237万块